有这么一个项目 商家没有竞争对手 这客户几乎覆盖了14亿中国人 国家政策也积极扶持 可是多年经营下来 每年都要亏损上百亿 仅2022年上半年就亏掉了800多亿 总负债已经达到了6万亿 再创了历史新高 北交大研究中心的主任 曾经对此形容说 他是中国经济里的一只巨大的灰犀牛 言下之意 如果项目爆雷 将会带来不可预估的灾难 然而商家却一直不敢撒手 仿佛是吃了秤托铁的心一般 一边亏钱一边死命的造死命的剑 有人就好奇了 这究竟是什么项目啊 其实呢 这个项目的名称你一定听过 也一定用过 它就是中国高铁 自08年建成第一条高铁以来 我国高铁的总里程 已经是达到了4万公里 相当于环绕赤道一圈 排名世界第二的西班牙 连咱的零头都不到 如果国铁铁的心要盈利 票价多涨两块钱就行了呀 但是呢 咱们偏偏不 我国高铁每公里的平均票价呢 只有西班牙和法国的 四分之一都不到 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 坐上回家的列车 不惜亏损 不止为了名声 也是因为高铁能够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应 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哪怕是按照 我国一万美金的人均GDP 粗略的计算 14亿人坐高铁 多节约一小时 就能够多带来至少760亿的GDP 更何况呢 高铁建成最直接的受益方 就是地方政府 暂且不说旅游业 你就想一想哈 你所在的城市 是不是高铁站建完之后 周围的房价和地价 都涨了不少啊 此外呢 高铁作为一个产业 设计到基建材料 机械车辆制造 信息电子设备 物流等一系列的环节 相关的上市公司呢 就有几十家 上下游产业拉动作用 那也是巨大的 我国复原辽阔 特别是中西部的部分线路 从建设的第一天起 几乎注定就是要亏损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国家呢 就是要通过这些亏损 拉动地区经济平衡 藏富于名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替高铁的负债担心 国铁的负债率65%左右 相比那些动辄负债90%以上的房地产企业 不但不高 反而还相对健康 另外现在地方政府呢 也愿意积极地引入高铁 并且呢参与投资分摊 部分项目呢 国铁的投入比例 已经降到了20%到40% 2020年 国铁还将已经盈利的金户高铁拆分上市 获得了巨额的股权融资 降低了负债率 盘活了存量资产 高铁和互联网企业的模式 是有部分相似之处的 高铁作为引流的基础设施 本身呢并不指望着赚钱 但是大量的导流就能够盘活地方经济 做好了以后 利用国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红利呢会持续地释放好几十年 只要在这个井深挖下去 就肯定能够挖到丰富的矿产 我们再往大了一点说啊 高密度的高铁网一旦建成 路权高速网那就建成了呀 未来中国经济站上世界之巅 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只要风险控制得当 所谓的高铁灰犀牛 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